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惊奇意识1984第七集第十集 男子杰克跟老婆娜娜非常恩爱 住在郊区还养了一个鹦鹉 这一天透过窗户看到哥们查理跟老婆娜娜 弹着钢琴有说有笑的 看着杰克的表情您也感觉得出来 这轻微的嫉妒难受怀疑都写在了杰克脸上 该不会娜娜跟查理呃呃那个啥了吧 心里虽然这么想 毕竟哥们查理也是大老远过来的 做客结束微笑着杰克还是跟老婆娜娜 保持基本的礼貌把对方送走了 晚上入睡后忽然听到一阵惨叫声搏斗声 娜娜把杰克咬醒 起身拿起手电筒跟枪 杰克下楼出来一检查 只见鹦鹉安静的待在自己的地方 但是漆黑中看到地上生活物品的掉落乱糟糟的 杰克本能的判断肯定有什么神秘人或者神秘生物入侵了 警觉的扫尸周围等待着对方万一二次袭击呢 突然一个什么玩意尖叫着 扑轮着翅膀就飞走了 那大概率就是这个猛禽刚刚制造的混乱吧 我们住在郊区嘛也很正常的 娜娜也安抚着 亲爱的睡不着的话我们还是回去那个吧 次是上午忙完农场的事情回来 常规的逗逗鹦鹉 看到鹦鹉不搭理自己玩着自己的树枝 杰克也没太在意 也就是进屋跟哥们查理闲聊了一会儿把查理送走 听着老婆急匆匆的呼喊 快来看呀 两人出来一检查 只见鹦鹉的窝里遗留了一个蛋 而鹦鹉则是180度躺着 似乎生产过后虚弱不太能动了 把鹦鹉抱起来没有一会儿鹦鹉就硬邦邦的挂掉了 那这个蛋怎么弄呢 娜娜也反问 直接跟鹦鹉一起葬掉吧 哎呦你这个大直男太直接了 这怎么说也是鹦鹉的孩子吗 我们可以用孵蛋的方式把它养大的 那个查理不是动物学家吗 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他 听到这话杰克也有点莫名的火气 查理查理整天都是查理 娜娜健壮 亲爱的你怎么了 查理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吗 也是你的好哥们 你该不会这么小气吧 我明白了 没有你想的那样 我们结婚了 我只爱你一个的 别说着给了杰克一个吻 两人也达成了和解 次是得到消息 查理就开车过来 送了一个自制的孵蛋神器 并教会两人使用方法 很简单的 接上店把蛋放进去 没有多久就会孵出来的 那谢谢你了查理 要进来喝两杯吗 不麻烦了 最近工作都比较忙 我先回去了 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了一个半月之后 这天晚上查理登门拜访 杰克也夸赞着 你这个聪明蛋发明的东西可以 东西长出来了 那肯定我的发明还是可以的 长啥样我看一看 接着话走到里面 一看查理愣住了 这一个半月长成这个熊样 这是老鹰还是猛禽 也不像鹦鹉 怎么是黑色的 我研究动物的 我也没见过黑色的鹦鹉 杰克也表示 我们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雌性还是雄性 娜娜也说了心里话 我倒不想养了 这鹦鹉都不会说话的 而且给人的感觉很凶 总盯着你莫名其妙的看 走过来杰克也表明了态度 先将就着羊羊吧 毕竟也是之前鹦鹉下了蛋嘛 这上午打发时间 也是有点不信邪吧 怎么不会说话呢 肯定会说话的 你就跟我学重复我说的 我有一双眼睛 我有一双嘴 算了你不会英文的话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 发音也可以的 走过来搂住杰克 娜娜也表示 哎呦亲爱的 鹦鹉有什么好逗的 你进来卧室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上楼进屋听着娜娜的话 杰克也懵逼的反问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老公 我怀孕了 我们要有个孩子了 是真的吗 二次确认后 杰克也有些兴奋 啥时候有的呀 我感觉吧 待有好几个月了 我要当爸爸了 男孩女孩都可以啊 男孩我也喜欢 女孩我也喜欢 老婆你太棒了 以后我会更加爱你的 俩人来了一个热吻 杰克想去超市 买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拉住杰克 娜娜也请求一下 亲爱的 你看那个黑鹦鹉 可以扔了或者处理了吗 我感觉挺晦气的 杰克听后 你放心吧亲爱的 明早你一定看不到他了 我给他无害话处理了 出来倒杯酒 刚准备喝 而这时鹦鹉蹦出来的一句话 直接让这个故事 迎来了悲剧跟玄幻 好像没听太清楚啊 也不太确定 走过来 杰克也反问 你刚刚说什么呀 模拟着鹦鹉就发音 我说不用担心 那个愚蠢的杰克 他发现不了 我们俩有一腿的 啊亲吻我吧 亲吻我的每一寸肌肤 听到这话 杰克手抖的 直接酒杯掉到了地上 娜娜也反问 什么声音啊亲爱的 啊没什么的 目光看着黑鹦鹉 杰克也反问 你再说一遍 看鹦鹉摇着脑袋 不敢说了 杰克也提高音量 我天目的 让你再说一遍 鹦鹉就再模拟一遍 查理你不用担心 那个愚蠢的杰克 不知道的 赶紧亲吻我的 每一寸肌肤吧 我想要了 快满足我吧 我靠 这个语境下 但凡是个正常人 都会不禁怀疑 这娜娜怀的孩子 还是自己的吗 一时间被怀疑 各种情绪占据 上楼进到卧室 只听到一声枪响 显然杰克开枪 把老婆娜娜给处决了 走下来 再听着黑鹦鹉 重复刚刚的话 以及想到要面临的后果 杰克干脆开枪 了结了自己 倒在了地上 最后黑鹦鹉飞下来 对着杰克的尸体 模拟着说了一句 我有一双眼睛 我有一张嘴 很显然黑鹦鹉 是可以说话的呀 他也学的会 那难道刚刚的黑鹦鹉 是故意说谎 细耍杰克的吗 再或者故事开场到现在 就映射的是 杰克怀疑老婆出轨 逐渐黑化的过程吗 杰克就像自己养的鹦鹉一样 从正常颜色变成了黑色 甭管怎样 养个小动物还是要小心呀 你看看这么漂亮的老婆 说不定孩子是自己的呢 啥事也没有呢